给大家讲一个存在感很弱的丫鬟 倩雪 她引出了曹雪琴版真正《红楼梦》的结局的一个线索 因为有一次李嬷嬷跟这个宝玉房里的其他丫鬟半嘴 说了这么一句 她说你当上次宝玉为风露茶撵倩雪的事 我不知道吗 就是这句话 下面急护手评了一句批语说 倩雪至玉神庙方程正文 这里可隐藏了好几个关于《红楼梦》的真正结局的大秘密 真是让人心痒难骚 倩雪是谁呢 就是有一次宝玉不是喝多了吗 茶碗菜了 撒了一个丫鬟一裙子 就是那个姑娘 第一个 就凭刚才急护手那个批语就证明了 除了直言斋 急护手怎么样 也是看过曹雪琴版《红楼梦》的八十回后面的真结局的 而且她后面的批语更加惊人 她还说《红楼梦》只见有一次腾青时 与玉神庙魏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 探探 腾青就是摘抄的意思 这件事啊 那当然就是发生在他们当时的这个乾隆年间了 各大这个公府侯门啊 争相借阅石头记的那个时候 首先这里说的五六稿 它是指五六张稿纸 还是说五六套文章 还是说第五次第六次的那个修改稿呢 这个我不知道 其次啊 怎么就能弄丢了呢 这又不只是一张纸 这至少得是一大段情节啊 那就没留下任何一个其他的这个腾超版本吗 哪怕你有一个这段情节的这个末尾或者开头 大家也能看一下 没有 按说不能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真没发现任何一个这段情节所流传的版本 那为什么呢 所以有红学家就猜测说啊 或许当时啊 已经在石头记广泛传播 就是传播太广之后啊 惊动了朝廷了 你最大的情节 你竟然敢写朝廷破坏这么美好的一个故事的 那你这等于间接说明朝廷统治不正确啊 不美好啊 那是不是有可能激怒某个网页 甚至可能直接激怒乾隆啊 所以啊 或许当时就已经有针对石头记的禁书令了 你要知道乾隆年间 那可是文字玉相当令人发指的 群常的针对朝廷暗含讽刺这个影社的书 哪都一个不带流弹的全毁呢 更别说你竟然敢写像玉神庙这么明显的讽刺朝廷的情节 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资料 能证明有过针对石头记的禁书令 但是也同样不敢说没发生过 有没有可能这么美轮美奂的一个作品 就是被乾隆那个混账皇上给变相销毁了呢 我认为极有可能 因为权力向来是超越理性的 他从不管你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艺术性人文价值 这时候啊 几乎是他也再没看过了 只是看了一遍 就看他那个意思 可能就是那之后的情节啊 打从清朝就没人能再看到了 第二个秘密 就是关于玉神庙情节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猜测一下 这高恶版本的就是120回 他80回之后的关于欠血的这个重大情节啊 就是丢了也好 被朝廷销毁 责令整改也好 反正是高恶版本是彻底没有的 那就导致于玉神庙这个神秘的场景 就在那个我们目前能看到的版本里是通篇都没提到啊 那干脆就没这个地方 反倒是87版的《红楼梦》电视剧拍了一下 再带了一笔 但是还是怎么样跟吉护手所说的不同 玉神庙它是个什么地方呢 它历史当中也存在这么个地方 就是说过去这个衙门监狱里啊 所陈设的一个庙堂 那可以供犯人临死之前去拜一下神的这么一个地方 《水浒传》里面也有 就宋江被斩首之前 押赴刑场之前 他也拜过这么一个类似于玉神庙的地方 但是他那是个小规模的 宋江那只是一个神龛 乃是个神案 关押重刑犯的这个大型监狱 估计才会有一个玉神庙 所以后面呢 就是相当于曹雪芹是要写 倩雪和小红两人去玉神庙 看过宝玉和王熙凤 小红去当然就是去看自己曾经的主人凤锦尔嘛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小红这个这么有戏份的人 后面高恶竟然一笔都没提啊 几乎手还批语说啊 红玉倩雪 一大回文字迷失无稿 叹叹 小红就是红玉 我们目前还没有讲到他 他情节就更有意思了 之后我们来详细讲 一定不会错过 那第三个谜团呢 就回到李嬷嬷的那句话 为什么宝玉喂一个风露茶就撵走了欠雪啊 通篇都没有过任何说明啊 那我们只能目前来看简单的理解说这个就是宝玉啊 乱发少爷脾气 那所以就有人猜测 这就单纯指示宝玉这个顽酷弟子的性子发作 胡乱撵人走 倒是有可能 虽然宝玉口口声声说 怜香惜玉 此生最疼爱女孩子 但是毕竟后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 他夜里面敲门 半天没人开嘛 有一个人影来开 狠狠的踹了一脚 发现把席人给踹伤了 这也就证明公子哥脾气一旦发作起来 他是翻脸不认人的啊 所以我这里就大胆的猜测一下 真正的欠血的情节啊 如果说宝玉只是因为发少爷脾气 无缘无故的撵走了这个伺候了他多年的一个丫鬟 那就明显就是他呀 对这个丫鬟不公 你压根就不该这么做 你愧对人家欠血伺候你一场 而且最后一句道歉都没有 结果呢 到了御神庙 最后你落魄了 哎 以前你认识的所有的这些个大观贵人 没有一个理你的 反倒是人家欠血 还能去御神庙这时候去看你 就不说别的 只从这一点 你这一个动作就足以让你愧对自己的良心了 是啊 当年您自己说的呀 你给人家所有读书人起外号 说人家是这个路渡 国家的蛀虫嘛 说自己最看重的是明明德 三纲五常 说读书没用 不重要 良心德行才最重要 哎 结果你就是唯独在这个德行上 对欠血有所亏欠 还有一个 更让人细思起来 感觉到震撼的就是啊 你要是说如果最后 欠血和小红这样最卑微的丫鬟 甚至能用手段把宝玉给揪出来的话 那可以说绝对 这会是一个超级的神来之笔 看了绝对会让人头皮发麻 荡气回场啊 你说是不是 你最看不起一个女孩 恰恰成为了你的救命恩人 那只能赖你自己眼拙 我个人感觉小红或许真能做得到 因为她是一个极聪明的丫鬟 很聪明的女孩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精彩的收尾呢 这个不是我瞎编啊 因为整本《红楼梦》 就不是曹雪芹的笔法 你包括小红那么有意思的经历 她出场的时候怎么样 在这种显象还生的情况之下 侯门功夫之内竟然敢私自谈恋爱 给少爷传纸条等等等等 后面怎么样 竟然完全没有交代啊 那这就很不合理 对吧 估计大家看过的也会同意我的说法 大家肯定都是很难以理解这一块的 所以曹雪芹埋下的 那就只能由她来交代清楚了 别人是无论如何 就不可能给说明白的 可惜呀 我们无法得知具体蔡芹是如何书写的了 引用几乎首的那句话就是 叹叹 倩雪她绝对是一大伏笔 宝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人好一阵逮一阵的 黛玉说的那一点错都没有 毕竟曹雪芹的这个 景患情绑如何评价宝玉呢 情不情 既有情也无情 缠绵的时候固然好 无情的时候 这也是时而出现 再说起来就是这个景患情绑了 这个也是一个未被说明的一个秘密 包括高恶在内的所有的后续红楼梦的人 写的都不对 一大遗憾 没有人能知道到底曹雪芹是如何写这个景患情绑 只有几乎首指线 你才看过原文啊 这宝玉是什么呢 情不情 黛玉是情情 有推测说啊 他应该是108个女子在绑 那可能其中只有宝玉唯一一个男子在绑 流传世面的 有的把这个柳湘莲啊 秦忠啊 贾连贾荣的加入景患情绑了 或许就不太对了 这个柳湘莲 秦忠还勉强说得过去 但是贾连贾荣 那就算了吧 推测说啊 就很有可能 他应该是108女将 是啊 12拆政策 负策又负策 这就36人了 加12个女主人 12戏子 12个其他又精彩情节的小丫鬟 这就至少72个人了 那还有一些婆婆啊 这仆人妻子等等 凑够108个女将是很容易的 说起这个数字啊 我就想起来 这就所以有种推测说啊 曹月琴版本的石头记 应该最终是108回 而不该是120回 毕竟从古至今 还没有哪本著作 能描述女子像红楼梦 这样有神来之彼的 可惜呀 我们无缘看到真正的景患情绑了 所以张爱玲评价人生三大汉事 就是说红楼未完是其中一件 确实 我还是想再说一句 叹叹 希望有天能有新的考古发现 把红楼梦的真结局给真正补完 所以下面我们继续来讲红楼梦的第19回啊 那上次我们说这个贾飞 醒亲 这是算是起驾回宫了 等他见了皇上之后 皇上还真问了 说这个你醒亲怎么样啊 问完之后龙颜甚悦 说整个接待的整个流程啊 排场都是够分量的 够意思了 所以又发了一些这个礼品啊 赏赐啊 给这些贾府上下的各种人等啊 都有赏赐 这个就不必戏说了 整个筹备这次醒亲的活动啊 从蜡月签就开始忙 整个收拾大官员 这就忙了都不止一年啊 然后赶上这么多的事情 反正大家都累够呛 那可以说是人困历伐 一直忙过了正月十五 就累趴了 都趴窝了 就是这些人所最累的 那就是要说凤姐了 凤姐是这个任重而道远 他是最累的一个人 谁能偷着休息 他都不能休息 所以说说不定啊 他这就已经落下病根了 你又推脱不了 你又那么要强 对吧 那最闲的一个人呢 就是宝玉了 宝玉是彻底啥事没有 一天就是玩 就跟丫鬟玩 斗个贫斗个嘴 习仁这个时候 刚过完正月十五 他也回家过年去了 忙完正事了 人家也得回去自己过年 家里面这个父母也想他嘛 就给教会去了 习仁他妈来主动来贾府 我给家母请安 专门就把习仁给接回去了 但是接回去他也有别的目的了 那习仁一走了之后 宝玉觉得很无聊啊 说这个年夜饭 正月十五 这过得也觉得没啥意思 他最爱习仁 然后和别的丫鬟玩一玩 也觉得没什么太大劲 别的丫鬟自己在那支个闪子 下个围棋啥的 那就他们自己玩自己的去吧 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有家伙来禀报啊 说这个东府真大老爷 咱真大爷 办了一出戏 小戏子争唱戏呢 要不要这个宝儿爷去听一听啊 宝玉听 得换衣裳 我也去听一听吧 不跟你们这玩了 说这个贵妃赏赐下来一个好吃的 唐征酥酪 说这么个东西 说少爷你吃不吃啊 这个酥酪唐征酥酪是什么呢 他做起来之后 是有点像果冻似的 这个冰糖杏仁 鲜牛奶 大概就是这三样 还有米酒 米酒下去 他要把那些这个米粒啊 这个给撇出去 只留下汤 这可能就是能增加粘度吧 再往好了做一点的 还有放葡萄干啊 放核桃仁啊 那就看你的口味 反正做完了之后 就有点像是这个杏仁豆腐啊 或者是这个果冻那种感觉 宝玉就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啊 习仁是最爱吃的 习仁最喜欢这个糖征酥酪 电影就说 那就留给习仁吃吧 就告诉这个丫鬟 你们谁都别动啊 这是留给我习仁的 所以说 从古至今看来 姑娘们都是喜欢吃果冻 这类东西的啊 他就自己回禀贾母 就过去 真的爷那边看戏去了 真的爷那边啊 唱的是什么戏呢 唱哪几出呢 丁郎任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 这个黄伯央是谁 他也是一个会施展法术的一个哥们 不是一个哥们 就是说啊 他其实法术很强的 他能跟谁斗法 他能跟鬼谷子斗法 这鬼谷子也是一个神人的 他能困住孙殡 了不起吧 黄伯央是这么一个人 还有一出戏 孙行者大闹天宫 这大闹天宫那出啊 都演上了 那得多热闹啊 还有江子牙 他这是斩将风神来的都是非常热闹的戏文 真的爷就好热闹 年轻人都喜欢看这 不爱看那个什么男男女女悲欢离合 还是喜欢看这妖魔鬼怪 就跟咱小时候一样 就是这西游记那么多美女都不看 一天就盯着猴看 就盯着八戒看 这家伙演的可以说是这个群魔乱舞啊 妖魔毕露啊 又有佛号 是又点着香 热闹非凡 从大马路上过去的人都个个赞叹 说好热闹的一场戏啊 别人家断不能有 那是 别人家是没有这个排场 他这个人吧 也不是像别的公子一样 那么喜欢热闹 看着一会儿 也觉得挺没劲的 就到别处玩耍一番去吧 还是想着说是 找别的丫鬟机器 聊聊天比较好玩 他出来了之后 这个游市这帮人也撂到宝玉 坐不住 也不太管他 就让少爷爱上哪上哪去 那假真假脸 他们也不管他 学盘啥的 这喝酒喝高了 这挖拳的 无亏手啊 666 这滑的正高兴 没人理他 这丫鬟们自己也在那玩 这这帮人也是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逛青楼去了 年纪小一点的 就在这看戏 反正也各有各干的 就彻底说是 少爷也放痒了 那平时都是 少爷去哪 他们跟哪 那不敢疏忽 你疏忽了 老太太会骂你们 现在老太太 估计睡着了 宝玉一个人 觉得也挺无聊的 受伤哪去呢 突然想起来 那隔壁有一间小书房 那书房里面 挂了一幅美女的画 想来那幅美人 想必此时也跟我一样 孤单寂寞吧 那断不能让美人寂寞 我要去陪陪他 他就是一副痴心啊 情痴至此 也只有咱少爷是这样 那想起来便往书房而来 走到窗前就听见 这屋里好像有声音 这有女子的这个 这个身影的声音 想这画还活了 仔细一听不对 这是人的声音 舔破窗户纸 往里一看 吓了一跳 这哪是美人复活啊 这这这不是啊 这是谁啊 这是名烟 摁着一个女孩子 在那干那些个 这个这个 见不得人的事 那女孩发出的声音 宝玉禁不住 就大叫了一声 了不得 他一脚 咚下把门踹开 他就进去了 这俩人一听 吓得赶紧站起身来 在这发抖开始 名烟这小子 他是最得宠的一个小丝 名烟一看是宝玉 急忙跪下来恳求啊 跪求不迭啊 宝玉就说 这晴天百日呢 你这是怎么说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你让真的爷知道了 你是死是活 你在真的爷家 你干这 干这除 一看那个丫鬟 他扭头瞥了一眼 这个女孩 一看这个丫鬟吧 他谈不上是有多标致 但是长得很白净 那唯有动人之处 那丫鬟现在羞得 也是面红耳吃啊 这玩意中啪啪啪 那被你给发现了 那是得害羞啊 低头不语 宝玉就直坐脚 说你看还不快跑 还一语提醒了那个丫鬟 丫鬟飞也似的跑 那宝玉又追出去 说你别怕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急得名烟在后面 就叫这祖宗 我的小祖宗 你这么说 你是分明要告诉别人了 我知道你说反话 这仆人最了解自己的主子嘛 宝玉就问 你别说那废话 那个丫头今年几岁了 十几了 明烟就说 最大也不过就十六七吧 宝玉说 你连他岁数你都说不清 那别的你更然就越发不知道了 那说明他白认得你了 可怜可怜啊 就又问 那他名字叫什么呀 明烟就大笑着说 说起来他名字 那真是新鲜奇闻啊 我写不出来他名字 据说啊 他母亲养他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梦见得了一匹捐布 上面有各色花纹 这不必说 最重要的一个花纹 就是这个万字 这个是佛教里的那个万字啊 所以他的名字叫万儿 宝玉一听 这说起来倒是新鲜啊 那想必他将来是有一些造化的 这个丫头不凡 说着沉思了一会儿 就说干嘛呢 明烟还是怕他这个 找自己麻烦嘛 他就灵机一动 说二爷 你为何就是不去看一看 他们唱的那些戏呀 他想直开话题 宝玉就说了 我看了半天了 怪烦的 我出来逛一逛 结果就遇上你们了 你这会儿你还想干嘛 明烟就说 这会儿也没人知道 这样吧 我悄悄的引二爷 往城外去逛一逛 如何呀 平时都去不了城外 这是老奶奶管的 现在我偷带你出去 一会儿咱就回来了 他们也不能知道 宝玉就说 哎 不好不好 小心得让拍花子 把我给拍走了 拍花老头把我拍走了 那也不合适 宝玉就说 咱们还不如去一些熟悉的地方 就近玩一玩就得了 明烟说 那就近谁家可去呢 这确实难为到我了 宝玉就笑着说 以我的主意 咱们就找你花大姐姐去 就找花席人 找席人去 瞧他在家做什么呢 他离开了两天 宝玉就有点惦记他 明烟就笑着说 那好好的 那就去他家吧 我倒忘了他家了 又说 那要是如果说 他们问起来 说我引着二爷去到处胡乱走 那他们要打我怎么办呀 宝玉就说 那有我呢 明烟就说 那得了 拉着你 咱少爷咱一块走吧 从后门两人就溜出去了 习人家确实离他们家不远 不过就是一里半的路程 转眼就到 这个明烟就先去进去 叫了习人的大哥 花字方 先通知他 说我们少爷来了 本来这个时候 习人他们一家人 包括母亲和几个外甥女 侄女正在家里 大家一块吃零食喝茶 突然花字方就听了 外面有人叫花大哥 叫了这一声 他出去一看 一看是这主仆两人 就吓得 这惊疑不定 急忙掺过了宝玉 在院里就喊上了 说宝儿也来了 别人听见 还作罢了 习人一听 也不知所措 忙出来迎接宝玉 一把就拉住 习人就问宝玉说 你怎么来了 来我家干嘛 宝玉就笑着说 哎呀 我在家怪闷的 我来瞧瞧你 正做什么呢 怪祥祢的 习人一听 他说你这也忒胡闹了 你来这做什么呢 于是他就问宝玉啊 就说还有谁跟来了 宝玉就笑着说 别人都不知道 就只是我俩来了 习人一听再次惊慌 就说这还得了 唐祸碰见了人 或者碰见了老爷呢 再说了 街上 人挤车碰 车叫纷纷啊 你若有个闪失 这如何交代 这是玩的吗 你们胆子比斗还大呀 我知道了 这一定是鸣烟教唆的 回头你等我回去 我告诉摩摩们 一定揍你 这鸣烟一听 直撅嘴 说这二爷刚才 骂着打着 非让我带他来 你这会儿 你又推到我身上 我就说别来 要不我们现在 还是回去吧 他就拉宝玉 就习人他哥就劝说 算了算了 都已经来了 你别说这些了 只不过就是我们 这个贫民寒舍 这如何接待你二位呢 又脏又窄的 这爷往哪做呢 这由此可见 咱这京城最繁华之地 他也有卖儿卖女的 一边是亭台楼阁 一边是食不果腹的贫民户 习人呢 他妈也早就赢了出来了 习人就拉了宝玉 就只好进屋 进屋宝玉一看 这屋里面还坐了三五个女孩 一看这几个女孩 一看他进来都低了头 挺害羞的 花子芳啊 就是百般照顾宝玉 又怕他冷着 又让他上康吧 又另外摆一些零食吧 又倒好茶吧 忙里忙外 习人就笑着说 你们也不用白忙活 我知道咱们这果子 就这个零食也不用摆了 摆了也不能乱给他吃 于是一面说着 一面将自己的座入 摆在了康边 让宝玉去做 然后又用自己的这个角炉呢 给他垫了脚 再用荷包 取出来两个这个梅花香柄 把自己的这个手炉拨开 给他点上 梅花香柄它不是吃的 它是一种香 你可以点 可以佩戴 你戴在身上也有香味 你点起来也能当 那个焚香那么使 就放在宝玉的怀内 你说他这轻微的几个动作 就把宝玉啊 照顾的说是无微不至 多么的体贴 多么的贤惠 而且还又将自己的茶 蒸了一杯 倒给宝玉 这个时候他这个娘俩啊 这个母亲和兄弟已经整整齐齐摆了一桌的果品了 各种零食都端上来 西人看了一看 其实没有一样能给宝玉吃的 他笑着说 那既然来了 那也好歹你也尝一点吧 挑来挑去 挑了一点松子郎 吹去了细皮 说就只有这个能吃 这么着 递给宝玉 宝玉一看西人 感觉西人这怎么有点两眼微红啊 泪光盈盈的 就悄悄问西人说 你好好的 你哭什么呢 刚才哭了 但是西人就笑着说 何尝哭 没有 他迷了眼了 我刚才揉的 因此他就是用这句话给遮掩过去了 当时西人就发现宝玉穿着一身大红金蟒 胡叶剑袖 外罩的是一件石青雕球排碎罐 西人就问 你是特地为了往这里来换的新衣服吗 他们难道就不问你去哪吗 宝玉就笑着说 我本来是去真的爷那里去看西的时候就换的 西人就说 是这样 就说那你坐一坐 那就回去吧 这个地方不是你该来的 宝玉就笑着说 要不你就干脆早点回家去吧 他这里提的家呢 那当然就是贾府里 他就说 我还给你留着好东西呢 西人就微笑着说 你悄悄的 你小点声 你让人家听见这是什么意思 又该说闲话了 一面又伸手从宝玉的脖子上 他直接把通灵宝玉给解下来了 所以也不用多说什么了 他俩的关系真的很亲密 把通灵宝玉解下来 就像其他的姐妹们就是展示了一下就笑着说哎你们见识见识 时常都说起来这个东西是最稀罕的 你恨不得一见 今儿你可得尽力瞧清楚了 你平时你可见不着这个稀罕物 他这几个小姐妹表姐表妹啊都都看了一看 都说哎呀真是好啊 这太漂亮 说完了话呢 西人就特别吩咐的哥 说你现在要去雇一辆小车或者小轿子送宝玉回去 花子方就说那有我去送啊 那骑马也不碍事啊 那席人就说不是不碍事的问题 为的是怕让别人碰见 于是花子方就亲自真的去雇了一辆小轿子来 众人也不敢强留嘛 只得送宝玉回去 席人又专门抓了一些这个零食啊 果品啊 塞给明烟的怀里 又拿了一些这个压岁钱 给明烟说让他去买花炮放 你说这个大姐姐对这些小弟弟 这小西亚人那个小丝啊都挺好 特别就叮嘱他说 不可告诉人 连你也有不是 那就是呲了他一顿 说你赶紧送宝玉回去吧 看着上轿放下了轿帘 这才算是放心了 等于说是花子方也一直给宝玉送到了容国府的大门口啊 送到门口这个明烟也不敢直接进去 他说二爷咱俩还是先到东府里面去混一混 就说刚从那回来的 别人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宝玉还说 也是难为你了 好吧就这么着吧 说起来啊 自从宝玉出了门之后 他房里面那些丫鬟可造了反了 肆意玩笑 本来以前少爷管的也不严 现在闹翻天了 都是下围棋的 抛骰子 嗑子 嗑子皮都扔了一地 也不带嫂的 这给这个奶娘李嬷嬷就看不过眼了 他本来是想进来看看宝玉 给宝玉请个安 一看宝玉不在这屋 那是 那是在这屋能玩成这样吗 他就说 叹了口气 哎呀 他说 自从我出去了 没回来之后 你们都玩的就越来越美样了 这别的妈妈们固然不敢说你们 宝玉 他住这屋就能造成这样 你让人家看见 人家该说什么 是 他也不嫌你们脏 那你们也不能这样不成体统 这些丫鬟们 其实 知道宝玉 从来不怪他们 其实心里 他们也不喜欢这个李嬷嬷 就是说啊 他们直撇嘴 根本就不带理他 大多数该玩玩 该闹闹 就根本就是当耳旁风 李嬷嬷还在旁边唠唠叨叨 说什么 这宝玉如今 一顿 他刚才吃了多少饭呀 这吃了什么 穿着什么走的呀 他还打听 丫鬟们胡乱回答 应付差事 这根本就没有一个好好说话的 还有一个甚至说了一句 这讨厌的老户 这李嬷嬷就说 这桌上怎么有一碗酥烙 怎么不送给我去吃 那我现在就吃了吧 他是看着这个酥烙 白白的放在这个桌上 反正没人动 那看来就没人吃呗 他就拿下来就要吃 他一做这个动作 有一个丫鬟就说 您快别动 那是说好了留给习人的 你回来又生气了 你老人家 你到时候你自己承认 您别连累我们 想必说这句话的 他应该是情文 毕竟这句话一句 就说的这么刁钻嘛 大概别人也不能这么爽快的 一下就说明白 李嬷嬷一听 就又生气又惭愧 他就说 我就不信他能跟我发脾气 你别说我吃他一碗牛奶 就比这个更值钱的 那也应该吃 难道习人 在他心里比我还重吗 我看着他长大的 我的血变成的奶 让他吃了 他长那么大 那我如今吃他一碗牛奶 他就生气了 我偏吃 我看他能怎么样 习人怎么了 你不提他都还好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丫头 就是我手里调教出来的 这个猫丫头 一边说一边堵着气 就硬把这个酥酪给吃了 另一个丫头还笑着说 好好好 那他们当然不能怨你老人家了 那不敢跟您生气 宝玉不是还时常送东西 孝敬您老吗 那岂能为这个找不自在呢 其实他这个 说反话 阴阳怪气呢 那这个阴阳怪气的是谁呢 这小说里没提 这执验斋分析 有可能是涉月 除了贤惠的习人 刁钻的情文 他也就属涉月最得宠 那他说话也 其实挺气人的 李萌萌就说 你们也不必 现在跟我装 狐媚子哄我 你上次 你以为他 因为点风露茶 把倩学给撵走了的事 我不知道吗 明如果有了不是 那到时候我再来领 说话就赌气就走了 其实这个 我分析啊 李萌萌 他大概也不是说 多讨厌习人 主要就是说 就顶烦别人 拿习人压他 那不是拱人火吗 过了一会儿 宝玉回来了 就还马上派人去接习人 把习人接回来之后 一看 这个情文正躺床 一动不动 平时这个宠坏了 宠溺非常啊 所以情文也不带搭理他 宝玉就问 你是不是病了 要不是赌钱赌输了 那个情文也不说话 邱文说了一句 他倒是赢的呢 谁知道这个李老奶奶来了 他估计赌输了 所以把我们数落了一顿 情文生气了 就睡觉去了 宝玉就笑着说 那你们啊 以后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由他去 好了 说什么就说什么呗 就当没听见呗 说说话 习人已经回来了 彼此相见 很开心 习人就问宝玉 说你吃什么饭了 你多咱回来的呀 一边替母亲 问这些同伴 丫鬟姐妹们的好 一边换衣服 宝玉呢 则是命令赶快 取这个苏酪来 给他吃 这个丫鬟们当时就直接说 早让李奶奶给吃了 宝玉听 正要说话 席人马上阻拦 笑着说 原来你是留着这个呢 你多凭你费心了 前我吃这个的时候 是好吃 但吃了之后 我肚子疼 后来我还吐了呢 他吃了反倒好了 搁在这里还白糟蹋了 那就是说 我想吃 风干栗子吃 要不你剥栗子给我吃 我去铺床 真是正所谓 妻贤 夫获少啊 一个人要是能有这样的贤妻 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化解了这种冤丑 化解了这种矛盾 好 那么这回书 我们就先说到这 下回书更精彩 感谢观看